OK,这是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完成的界面 然后也将会成文文 最后demo时候展示了这个网页 然后这里是home键 这里我们添加了一个binsearch 然后可以search一些 Taylor Swift 好的 看一下 出现这些网站 然后是可以点击的 就是Taylor Swift的Instagram Taylor Swift还有official website 反正就是这些内容 这是经过我们筛选的 它可以显示更多的results 但是我们决定只show这些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界面 这是fine的界面 然后就像上次说的一样 这个下拉列表是为了选择input type 就是有几个com你是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填几个input的哪些信息 比如说我现在要选择album 然后输入一个我知道database里面肯定会有的album 然后search一下 然后出来了一些album里面含有的一些歌 然后点击这个链接是可以下载歌曲的 它会当即下载到你的本地里面去 但如果点这个的话 它是可以播放这个歌 然后你也可以暂停 然后我现在暂停 然后ok差不多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看第三个界面 第三个界面跟上次没有改改变 就是还是就是那个按照热度排名 123456789 然后这个addition就是可以由用户自己来insert一些就是数据进去 比如说我可以选来个歌 welcome to new york 随便吧 有这么多吗 不知道随便吧 真的taylor swift啊 welcome to new york album name不知道 1989啊 1989啊 ok add 好 它这个表示你成功的把它加了进去 然后就这样 然后我们看一下一个facebook login 然后用我们这个 因为它有那个一些关于 那个叫什么 什么policy privacy policy的问题 所以只能用这个 只能用test account 对一些测试账户 login ok 好 它成功的把一些这个user的ID name和email 全都retrieve到这个我们的界面上来了 ok 那边看这个twitter 可以 所以我们还是以taylor swift 来搜索一下 好 这会显示 这个一些twitter上的内容都是关于taylor swift的的 然后 对就是这样 好 好 好 其实我刚才 好